在浪漫的湖畔,带您一起来享受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绿莹池瓣千日红茶会在屏东的六堆客家园区举办 在湖畔旁,随着音乐声,步入会场 看见许多精致的茶席,与湖畔相互辉应 现场浪漫又和谐的氛围,让人十分感动 因为就是在我们非常美丽的六堆文化园区的池瓣 一个下午的时间,有21席的展席 也来了100多位的宾客茶客来品茶 其实在我们进场是一个让自己尽心 也让活动展开的一个仪式 通常我们会采取比较安静的 比较让自己能够专注的方式来引导这样的活动的开始 也让所有的宾客感受到说今天我们的用心 是希望能够把今天的活动做最美好的呈现 所以会有一番的设计来做进场 那今天的灯笼进场是代表一个非常富贵的感觉 因为刚好庆丰收嘛,又是年关将近 所以我们用红色的灯笼来代表说祝福 来代表我们每一位今天参与的人都是非常富贵 非常喜气的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和众生奉茶 一杯慈悲自己 一杯为善待众生的正念 此次盛会同时举办礼清奉茶 强调孝亲人伦的回归 十方新闻郭一文许建益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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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